台湾持续受到疫情与通膨双重打击 上班族新支调涨幅度难迪物价涨幅 财富严重缩水 根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 有近半上班族是月底吃土族 甚至有26.3%需要借贷度日 潜在新平族逼近800万人 在这个第四季大概有9成2的上班族 有所谓的抗涨计划 希望每个月平均可以省下 大概3743元的一个支出 那当然相较之下 如果要对抗这个空棚的话 大概需要加薪9.9% 才能抵消这样的一个冲击 调查也显示 高达92.7%的人没有经济安全感 不少人有意成为斜杠族 其中YouTuber 网派业者及部落客最受青睐 平均期望的年薪目标是79万元 换算成月薪大约66K 毕竟要兼两份以上的一个工作 所以可能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好一个 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控管 那才会有办法这个准时的一个交差 那相形之下呢 也要记得就是说 其实斜杠族有时候呢 也会一些过劳的这个疑虑 以及所谓这个广而不禁的一个窘境 另外为了达到财务收支平衡 上班族一旦以省钱至上为原则 除了牺牲生活品质外 也可能形成消费不正 厂商业绩不佳 冲击调新意愿 持续低新化的恶性循环 让台湾陷入低度成长的闷经济困境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报道